這次的訪問團也有其他的任務 比如說商業的往來 特別是日本跟台灣之間的貿易關係 再來的互相開放市場等等 另外還有一個重點 我們製作單位也注意到這件事 有一位日航的職員也一起來了 所以再來跟天空有關的事情 說不定也會發生 歡迎加入環宇看東亞 您觀察日韓核心議題的情報站 我是劉雨晴 5月份台日重頭戲登場 自民黨青年局率團訪台 超過10人的大型訪問團 在台灣停留5天 主要悼念李登輝前總統 拜會蔡英文總統 立法院長游錫坤 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等人 馬不停蹄走訪地方跟中央 在重要商界人士陪同下 行程滿檔 環宇看東亞 我們獨家分析這場台日外交盛事 觀眾朋友到日本旅遊 對於日本高效率 高舒適度的鐵道運輸 應該印象深刻 台鐵公司化改革上路 JR總聯 JR聯合 都對台灣的鐵道改革表示憂心 日本奮鬥 35年的國鐵民營化之路 會是台灣的明燈嗎 焦點轉到日本國內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出訪東南亞 透過影片傳達對修憲的態度 夏季的參議院選戰熱度直線飆升 而下個禮拜 尹熙岳總統上任 日方推派誰出席 又將送上什麼樣的大禮祝賀 一流議題一流專家 馬上請來賓加入討論 歡迎固定語談人 東海大學陳永峰教授 東海大學陳永峰大家好 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研究員蔡曾嘉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台灣世代之庫執行長陳冠廷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研究了一下資料 台灣跟日本5月4號單日新增 確診人數都超過2萬例 自民黨青年局訪問團 在疫情之中能夠順利成行 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行程的安排 讓人感覺到滿滿的誠意 今天東亞政經署單元要帶觀眾朋友看一下 自民黨對台的交流重鎮 青年局的故事 陳老師 首相搖籃四個字你看 自民黨的青年局真的是首相搖籃 我的記憶如果沒有錯的話 出過6個首相 所以確實是首相搖籃 所以誰當了自民黨的青年局的局長 都會被認為是以後的首相的候補 的候選人 另外這個聚會 說青年局來台灣訪問這件事 各位一定不知道 已經持續了50年以上 1967年 中華民國跟日本 還有正式的外交關係的時候 蔣經國聽過吧 蔣經國還是舊國團的主任的時候 去日本訪問 而當時接待的是海布郡樹跟小圓會山 這兩個後來都當過首相 當時的青年局長就是剛剛講的海布郡樹 海布郡樹跟小圓會山跟蔣經國協議 日本方面由自民黨的青年局 台灣方面就是由舊國團來進行交流 而那個在斷交之後也一直持續到今天 所以除了前兩年的疫情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中斷了人員的實際的往來之外 今年終於又回復了這件事 所以各位看一下 5月3號的時候 抵達我們台灣 外交部就 這個外交部的工作 我也替外交部做了一兩次 這一類的事情 招待了他們 外交部的晚宴 再來5月4號 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李登輝先生 雖然過世了 一直還在替台灣拼外交 這個是事實 你看5月4號到吳子山 去吊宴前總統李登輝 然後就是我剛剛講的 舊國團登場了 各位也許會覺得奇怪 跟國民黨關係比較近的舊國團 為什麼會在這樣的重要的場合裡面 排在前面 甚至在跟總統 副總統見面之前 這是因為歷史關係 日本的團體非常重視歷史的淵源 所以舊國團早就跟青年局 有很長久的一個淵源 但是當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大家不會覺得太有違和感 現在各位也許覺得怪怪的 但是那個才是交流的最開始 好 到了5號安排跟總統蔡英文 你要跳過蘇貞昌嗎 副總統賴清德會面了 對 今天 然後今天也去了國民黨 是 所以這個都是安排好的行程 所以朝野各方面 有沒有去民眾黨不知道 要問蔡老師 預計7號要離開台灣 所以中間重點是空檔 5月5號的晚上到5月7號 要離開台灣之前在幹嘛 所以各位也許要關注一下這兩天 如果這個新聞還持續報導 那訪問團的成員呢 這是重點 青年局的局長 說不定以後也會當首相 說不定而已 而且年輕才40歲 這個規定 也不是規定 內歸45歲以下才可以參加青年局 所以我已經沒有資格參加了 這個是非常厲害的人 我一直講的東大法學部 然後做過中央官僚的 這個人在日本銀行三國班 日本銀行就是日本的中央銀行 所以當選4次 這個是另外一個重點 當選3次左右當青年局的局長 但是晚近因為選舉 還有安倍昌西政權的關係 有點塞車 所以已經當選了4次的這一位 小昌議員 現在才當青年局局長 他的前面 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 牧野花蓮小姐 那一位眾議員也跟他一樣 當選4次 但是那個已經入閣了 所以再來他就一定會入閣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一定會入閣 所以各位也要追蹤 然後局長代理就是副局長的意思 也當選4次 所以確實塞車 但是都只有40歲 這個都是未來的明星 其他 國際部長 這個是蔣經國先生 到日本去的時候 國際部長是小圓會山 大人物了吧 小圓會山當國際部長 跟剛剛講的海埔軍書 一起跟蔣經國先生的見面 所以現在這些都是 下面就是當選3次 一次一次的議員 這一次全部都來我們這邊 好 我們看到青年局訪問團 行前曾經召開記者會說明 訪台的行程 那麼特別是局長小倉江信 他就有強調將會針對 烏克蘭的局勢 防疫全球系的景氣等議題 跟台灣交換意見 在台灣會晤了經濟 外交 安全保障等各領域的人士 將台日友好關係 向全世界發聲 上一次自民黨青年局訪問台灣 是在2019年的夏天 而這一次青年局訪問台灣 最重要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先請問研究員 其實這一次的一個青年局 日本青年局的一個 來台的一個訪問 其實有一些意涵的一個 政治上的一個意涵存在 首先可以看得到 這個是在我們這兩年多的 一個疫情當中 日本來的第一個訪問團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什麼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政治上的一個意涵 然後開啟了一個 台灣跟日本之間的一個 交流的一個窗口 那另外還有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的 這一些的一個 這個時機點 正是五月就是我們台灣 要加入世衛組織嘛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台灣加入 今年要加入CPTPP的一個議題上 那他們以實際的一個行動 來台灣來去訪問 那當然也表達了一個什麼 對台灣加入CPTPP 還有對台灣加入世衛組織 這些所謂的一個國際組織上的 一個什麼的一個支持 那另外我們都知道說前首相安倍晉三 一直想來台灣來訪問 他跟那個總統視訊了一個兩三次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他一直遲遲沒有辦法成行 那這一次的一個青年局 那其實青年局 剛剛那個陳友芳老師有講到 是一個首相的一個搖籃嘛 那那個其實他們大概就是 那個安倍晉三下面的一個group 所以他們來也就是什麼 也就是來取代那個安倍晉三 來訪問台灣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他的一個什麼 這一次來台灣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意涵 我們看到青年局訪問團 拜會總統蔡英文 副總統賴清德 行政院長蘇貞昌 立法院長游錫坤 外交部長吳釗燮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等人 也參訪台北 新竹 桃園市等等 其實早在訪台之前 就先跟新北市長侯友宜 進行過線上會談 也是第一次 與台灣縣市首長的正式對談 就是要請研究員分析 從這一趟行程安排來看 日本自民黨希望能跟台灣執政黨 在野黨經營什麼樣的關係 其實日本的一個青年局 他們大概都是45歲以下的一個議員 那也就是一個未來的一個 日本自民黨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接班人 那他們這次來台灣的一個很重要 就是什麼 就是要跟台灣各界來建立 那樣子的一個什麼 的一個聯繫的一個渠道 那剛剛那個陳永鋒老師有講到 那這個青年局的一個訪問 其實是來自於蔣經國的一個時期 國民黨的一個時期 所以這個青年局 他來台灣的一個來訪 你注意看他的一個對象 其實就是所謂的一個跨黨派 這一次的現在的 在過去2019年 那他也訪問了一個國民黨 那甚至在馬英九時期 他也訪問了一個民進黨 那這一次他也是什麼 除了一個蔡英文之外 他也來國民黨來訪問 那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什麼 就是台灣未來的一個接班人 那我們都知道說 台灣未來的一個什麼 的一個接班人就是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現在的一個縣市長 所以他對於縣市長的一個交流 包含就是新北市長 侯友宜等等 這些也是他們的一個什麼 的一個交流的一個對象 所以要知道說 日本青年局 這次來台灣的一個訪問 並不是獨候執政黨 他對於那個在野黨 然後甚至是所謂的一個 我們的一個地方政府 他是一個全面 還有商界人士 對 都會有接觸 他是一個全面性的一個交流 也就是深化跟台灣之間的一個什麼 的一個政治上的一個交流與情感 這個應該是他的一個 最主要的一個目的 不只交流情感 日本自民黨的友台力量 除了青年局之外 小倉江信表示 自民黨內的台灣政策 研討專案小組的召集人 參議員佐藤正九 日華議員肯談會的會長 古屋歸私 也都支持這一次青年局組團綁台 古屋還托付遞交一封親筆信 台灣期待日方的友台力量 能充分發揮功能 當然也需要進步了解 對方的運作 究竟對台工作的部分 自民黨內的系統 跟國會的團體 要如何進行分工 我們請教冠婷 其實與其注重於分工 我們可以注重於合作 那不僅僅是執政黨 包含在野黨 其實最近的聲音也越來越一致 對台灣的友善 已經成為他們的國策之一 那當然今年也是蠻特別的一年 那他是台日的斷交 也是接近50週年 那這個時間點 把親民黨的剛才 陳老師有談到 是首相的搖籃也好 各個不同最具備前瞻性 未來性的政治人物來訪台 那是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在 所以他另外一點 我們要注意的就是說 日本是內閣制 所以說國會議員同時也可以擔任 這個重要的我們台灣的部長級 或者是副部長級的官員 那也就是說 這一些年輕的國會議員 他們來的時候 同時代表的有三種意義 一個是自民黨 執政黨的重要領袖 第一個是國會的重要領袖 第三個可能是未來的 決策的重要領袖 所以這是他們系統 系統性的這種合作 跟系統性的對台灣的溝通 我認為這是非常有意義的 那其實必須要再強調 那這次來訪 畢竟你是執政黨 跟執政黨的對口 他也可以是執政黨 跟台灣的各個不同的 這些在野黨的 就是說一種溝通 互相溝通理念的一個渠道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 非常好的現象 所以也是非常好的分工跟合作 剛才來賓都有提到 李登輝前總統逝世一週年時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接受產經新聞專訪時表示 只要情況允許的話 他想來台灣祭拜 2021年12月 外交部被問到 是否會邀請安倍晉三來臺訪問 當時發言人回應 陳志歡迎安倍晉三 行程方便的話來訪 那麼繼續請問冠婷 您認為這一回青年局來到台灣 是在替安倍試水溫嗎 我想安倍總理要來訪 我想也不需要特別透過誰 去試水溫 那第一點是這樣 那第二個就是說 小昌局長在4月28號 他的記者會見你們已經談到 非常的清晰就是要加強日本跟台灣的連結 那並且是在世界的舞台上 把這樣的現象給世界 看到說台灣跟日本的國會的交流也好 青年的交流也好是十分密切 然後第二個就是強化台日之間的經濟貿易 所以這次我們看到他有拜會 我們台灣重要的經貿人士 那最後就是討論一下 包含這個新冠疫情也好 烏克蘭的對策 就是世界局勢的討論 所以我認為說 這一次安倍的試水溫 我想第一個答案 就可能會比較 我會傾向於否定 然後第二點 其實安倍在最近近幾個月內 包含於我們的遠景基金會 與台灣的這個國策院也好 其實已經有很多的視訊的會談 所以某種程度上面 已經把這樣子的氛圍給做出來了 那未來怎麼樣都不會讓大家太過差異 因為都已經有潛力可循 那不管是以什麼樣的理由來台 我想都是非常合乎這樣子的推測 好 我們也希望早日完成安倍訪台的心願 這裡要特別跟觀眾朋友 揭露一個獨家消息 這次訪台的成員不只是自民黨青年局 也包括日本青年會議所的召集人 中導土 常務理事 星野建太 日本航空政策 業務部長 官跟九姓等人 從非黨政人士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出什麼樣的端倪呢 請問陳老師 這次的訪台團有三分之一左右 並不是議員 我指的議員當然是國會議員 所以還有三位以上 三分之一左右是民間人士 但是民間人士也不是真正的民間人士 譬如說麻生太郎擔任過會長的日本青年會議所 他擔任過會頭 就是我們說的會長 理事長 那個位置也派了兩位過來 而這個當然是指日本的民間企業 特別是青年商工會議所是中小企業的代表性的團體 跟政治之間有相當大的連結 特別是跟自民黨 所以從這裡來看的話 直接講的話 當然是這次的訪問團也有其他的任務 比如說商業的往來 特別是日本跟台灣之間的貿易關係 再來的互相開放市場等等 另外還有一個重點 我們製作單位也注意到這件事 有一位日航的職員也一起來了 所以再來跟天空有關的事情 說不定也會發生 特別是在這兩天 華航也釋出了消息 我們台灣跟日本之間 最賺錢的航線是雨田飛松山 松山是我們台北這個 因為最方便 在東京都的市內跟台北的市內 非常的方便 也增加了新的飛機 雖然現在是疫情的期間 但是再來 我們最近的政策是往開放在走 所以毫無疑問 東京跟台北之間的連結 日本跟台灣之間的 空中路線的連結 應該很快就會看到實際的成績 這一次 當然日航這樣的最具代表性的 日本的航空業者 觀光業者都已經來了 我看會看得到成績 外界也會好奇 這一次青年局訪問團的成員 未來誰最有可能 在下一次內閣改組當中 得到首相岸田的青睞呢 也值得我們後續來觀察 雖然目前國境還沒有解封 台日兩地的天空沒有完全開放 但去過日本的朋友 應該都對日本高品質的鐵道運輸印象深刻 環宇看東亞曾經專訪過JR東日本集團 結果發現不只鐵道運輸 轉型成功 在廠站開發 甚至是長照育兒的產業打出一片天地 台灣台鐵民營化的未來 在哪裡 別走開 環宇看東亞解密日本經驗 歡迎加入環宇看東亞 台灣掀起台鐵公司化的爭議 我們來聊聊日本的鐵道史 時間拉回1872年 明治維新後五年 日本國鐵在東京、新橋跟橫濱之間 開設第一條鐵路 115年之後 日本國鐵的歷史落幕 主要原因是1960年代開始 汽車跟客機慢慢地普及 人口成長停滯 日本整體社會對國鐵的服務品質不滿 日本國鐵的鐵路網 總長度超過2萬公里 員工更是多達60萬人 是日本最大的企業 但是也負債超過37兆日元 徹底失去日本民眾的支持 日本是鐵道技術輸出國 日本經驗絕對值得參考 從日本國鐵民營化 轉型成為JR滿35年 從這個改革的個案 展現出什麼樣的價值 先請問陳老師 這個非常多的角度可以說明 與其去說因為日本的舊國鐵經營不散 虧損累積 所以非得民營化不可 倒不如說是整個新古典派 所帶來的民營化自由化的浪潮 怎麼樣都擋不住 1987年是中正跟康宏當首相的時候 所以國鐵的民營化也是中正跟的 重要的他自己認為是政績之一 但是回顧當時的世界的話 美國是雷根 英國是蔡希爾 全部都是在往民營化的那樣的 新古典派或我們說的 新自由主義的方向去走 那個時代性的背景 所以整個日本不跟上去也不行 然後日美之間的貿易摩擦 又越來越嚴重 因為日本賺太多的美國錢了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藉由開放分割外國的勢力或外資也會進來 那個外資當然是雙格的殺訊 這非常明顯 所以各式各樣 經濟跟政治還有當時的國際環境 非得那樣做不可 但是完全的民營化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 當然在今天也有畫上了非常非常多的問號 台鐵的事情要跟日本的國鐵的民營化 連在一起的話 我也未必完全的贊成 但是台鐵的問題是這樣 民營化沒有辦法解決大部分的問題 但是不民營化的話 大概大部分的問題沒有辦法解決 各位聽得懂嗎 所以民營化或者是公司化 是一條必走的道路 日本的例子如果可以參考的話 是賺錢的部分就越賺錢 但是不賺錢的部分就越不賺錢 譬如說北海道 譬如說世國 現在是分成了地區型的 還有一個貨物的JR 分成了非常多家的公司 但是日本的鐵道當然不是只有JR 這跟台灣的狀況非常不一樣 台灣的鐵道除了高鐵新的之外 幾乎全部都是台鐵 特別是在載客跟貨運的部分 這跟日本的非常非常多的私鐵 各位去日本東京大阪一看就知道 非常多的各式各樣的鐵路都存在 那是私人鐵道 特別是西邊的話 民間非常強 這一道民營化就不得不提 日本這位民營化大師 前首相小泉純一郎 我們看到這個是小泉純一郎 當年推動日本郵政民營化的劇場 當年他毅然決然就宣布眾院解散 然後重新選舉獲得大勝 那麼在台灣還是郵電 糖水船等等 當年都還有國營企業色彩的時候 在日本早就轉型成為民營 在過去郵政是日本唯一的國營企業 而前首相小泉純一郎 他就動手將這個郵政事業 注入民營體制大膽挑戰 戰後以來的日本政經結構 我們特別請到蔡研究員 她的博士論文 就對於小泉純一郎 有著非常深入的研究 所以我們請問研究員 小泉當年的郵政民營化改革 有沒有徹底解決原本的老問題 小泉她那個時候 其實她稱之為構造改革 那個時候構造改革 大概是分成兩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郵政民營化 第二個就是道路公團的一個改革 這個應該是她的兩個的一個重點 那她的一個構造改革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目的 就是要提升這些國營企業的一個效率 利用她的一個私有化 來達到這樣子的一個效率的一個目的 其實日本的一個什麼的一個郵局 大概跟我們台灣一樣 就是可以從事存款 然後但是她比我們台灣多了 她還可以賣保險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業務 所以她是日本最大的一個銀行 那她過去在公營的一個時候 國營的一個時候 我們都知道這些最大的一個銀行 她的一個存款 日本政府常常把她那個什麼 就是拿來利用 來去進行所謂的一個建設 或是這樣子的一個改革 那這個跟道路公團是一樣的 日本就把她拿來做這樣子的一個道路建設 然後就分配給這些議員 你們地方來去建設這樣子 這就產生了一個所謂的一個什麼 那個日本的一個郵政 就成為一個什麼 日本政界的一個什麼的一個提款機 所以她就要改變這樣子 那我們知道從2002年 它的一個郵政民運化改革一直到現在 那它有沒有達到一些的一個效果 其實日本的一個郵局 其實還是變得什麼 還是變得更有效率 這個我們不得不承認就是說 日本的一個郵局 甚至日本過去它的一個郵局 在鄉下的一個郵局 甚至郵局的局長都還世襲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個制度的一個改革 其實就讓日本的一個郵政總局 日本的一個郵局 從它的一個郵政省 那之後它變成了一個什麼 變成了一個私有的一個諸事會社 所以它變得什麼 它的一個效率變得更高 更強調所謂的一個什麼 它要賺錢嘛 所以它變成是一個營利的一個組織 這個對日本的一個郵局 其實它的一個競爭力的一個提升 其實是非常的一個大 日本的郵政在改為民營化之後 整個效率提高很多 當然民營化的挑戰方方面面 無論是民意政治對抗 都不是簡單的任務 我們再看回台灣 台鐵公司化的路 首先需要面對新台幣 4000多億的巨額債務 目前沿你是由政府來承擔負債 不過還是有1484億元的短期負債 計畫要以台鐵的土地資產設置長債基金 然後由基金利息以及土地開發等等的收益 來陸續償還 除了解決債務問題 台鐵要如何恢復民眾的信任 進一步請問冠婷 那有一部分的說法是說 台鐵是需要一些法規上面的鬆綁 那光是台鐵現在要使用其基本的資產 就要收到鐵路法 然後附屬事業經營規則 附屬事業辦法細則 還有郭佑財產法等等的法規限制 所以加助他身上的是非常多的加索 那除了這個之外 如果要彈性的話 比方說資產跟管理怎麼樣分開經營 然後這樣去促成這種組織文化的改造 特別是有預算投資的這種掌握權 所以我想透過修法 可以讓台鐵能夠有更多 掌握比較多的處分的空間之外 包含人力資源的運用 員工獎勵的制度等等 把一些公營事業的給它的限制 能夠少一個方式 有一個出口的方式 讓它提升的盈喻效率的話 那可以讓民眾對台鐵這個百年招牌 能夠耳目一心 好 就在五一勞動節前夕JR總聯 也就是全日本鐵路工會總聯盟 特別發函給蔡總統表達關切 指出台灣鐵路管理局公私化的法案 法案當中沒有涉及到安全問題 那麼隨後JR聯合 也就是JR鐵道勞動組合聯合會 也發信來聲援台鐵工會 提及公私化與安全問題應該分開討論 因為沒有信賴的勞資關係 就沒有辦法建立安全 JR總聯跟JR聯合 在日本的影響力有多大 請問陳老師 這個都是國鐵民營化之後所生出來的新的工會 不是本來沒有工會 是生出來新的工會 基本上分成東邊跟西邊 中聯在東邊的勢力比較大 但是現在人數只有2萬7000多人 而聯合主要是以西日本為工資 但是也不是只有這樣 都有互相重疊的部分 人數有7萬多 所以但是都是限於救國鐵 就是現在的JR這家公司裡面 我們叫做產業別 非產業別的企業內的工會 我們台灣因為左右派分布不太清楚 工會的力量也不是太顯著 在進行勞工運動的人 非常多的既不是勞工 也不自認為自己是勞動階級的那一邊 這跟歐洲跟日本有很大的不一樣 在日本的話 工會基本上左派非自民黨系 所以這兩個組織 基本上都跟現在的在野黨的立憲民主黨 或國民民主黨相對的接近一點 投票的時候也是這樣 特別是很多工會經常 還會推出自己的候選人 特別是參議院選舉 因為有各式各樣的選舉區 一人區到十人區都有的狀況 比較容易當選 特別是在多數人的負數選區裡面 經常會有工會的代表派出來 的那樣的狀況 但是都是非自民黨系的 所以這次日本的JR的相關的工會 直接寫信給蔡總統 不管左派是具有高度的國際性 不只關心自己的問題 關心全世界 好 我們剛才是還原了JR總聯 跟JR聯合致函給蔡總統 這一次台鐵公司化風波引起國際高度關注 必須處理安全層面 財務層面 交通部長王國才認為 台鐵公司化有兩個很重要的部分 一個是債務清零 另一個是讓台鐵可以自行運用 開發舊倉庫跟宿舍 除了票務收入之外 想辦法要讓公司賺錢 國人去日本旅遊 普遍都有搭乘日本鐵道運輸的經驗 也有不錯的體驗跟評價 繼續要請問研究員 鐵道運輸要走向永迅經營 必須要付出哪些努力 其實我們到日本 乘日本的一個JR就會覺得說 我們台灣的一個台鐵 乘襲日本的一個鐵道系統 為什麼差距這麼樣的一個大 其實我想從這邊來去採取 兩個一個方面 大家都說台鐵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一個債務的一個問題 那債務 怎麼樣來解決債務 我們到日本去乘JR的時候 我們都看到JR的一個車站 上面是什麼 一定是保護公司 它就是把車站跟商場 商場做結合 對 把它給結合在一起 但是我們台灣其實並不是 除了那個台北車站 甚至是板橋 但是其他的一些站 我們都可以看到它是一個獨立的 所以這個就是造成就是說 它沒有辦法 好好的來活化它自己的一個 人潮 前潮一起帶起來 對 好好來活化它的一個車站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去乘JR就會覺得 啊 票價很貴 但是台鐵的一個票價是很便宜 這個就是它的一個最大問題 台鐵的一個價格 那個票價一直都是在動漲 那當然它就是什麼 它就是沒有辦法來去改革 來去改變 然後甚至是聘用更專業的人 甚至設施上也沒有辦法來去更新 所以我會覺得說 公司化是有助於它的一個 票價的一個自由化 當然今後要面對的課題 還是不少 台灣鐵路公會目前不滿 交通部公司化的方式 日前放話不排除像是端午 中秋 還有國慶都將比照不加班活動 甚至年底投票日也可能傾向不加班 未來台鐵公會要跟交通部達成共識 最重要的關鍵是什麼 請問冠婷 我想基層公會對台鐵比較 比較不信 進行公司化不信任的原因 或者是跟交通部之間的這種協商 出現問題主要原因 我想是針對它既有權益喪失的擔憂 這個當然是可以理解 畢竟他們是第一線 直接面對的勞工 或者是說公務人員 我想除了立法與協商之外 我們能夠思考說 有什麼樣的過去的潛力 讓我們能夠從中學習 剛才我們今天節目有提到 日本的郵政民營化 其實中華郵政也是有公司化 公司化之後 它也是有權序雙軌並行的這種做法 或許可以從中去學習 怎麼樣去接場補短 剛才老師也提到 各種不同的活化資產之後 讓財政財務改革之後 能夠可以給予這些員工的權益 或許可以得到提升 其實過去我們包含什麼進鋼鐵道 現在我們過去跟他們的交涉 或者是交流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知道說 其實來自他們鐵道的 主要的運輸收入 其實是很小於經營商場 經營百貨公司 來自收益 對 旅館 飯店 整體觀光行銷等等 所以這就是未來我們可以思考的方向 我相信危機也是轉機 這一定有辦法 可以找到解決的方案 是 調整票價還有如何跟商場做一些結合 忠心希望民眾 台鐵跟政府 可以創造三營的局面 下一段要看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趁著黃金周展開外交行程 不過內政也沒有放著不管 5月3號 行線75週年 日本修憲團體的一場集會 向各政黨喊話 岸田也透過影片表達立場 岸田能擺平黨內不同的聲浪嗎 他的手法又是什麼 稍後請專家來解答 ONHK報導 日本修憲民間團體舉行集會 聯合執政的公民黨 在野黨 日本維新會 跟國民民主黨 也在會議當中表達支持修憲的立場 首相岸田文雄透過影片表達贊同 不過岸田贊成的是兩點 第一 憲法中規定如何因應緊急事態 第二 自衛隊的定位 從首相岸田的反應來看 這一次算不算他對修憲立場 有清楚的表態了嗎 我們請問冠廷 我想是相對的比較清晰一些 那當然日本對於憲法第9條 這種和平憲法裡面的 最中心的一條 是非常的去重視的 畢竟他們有過去的歷史原因在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也經歷了 長久以來的和平跟繁榮 所以對於安全上面的顧慮 然後導致要修憲的話 其實會隨著國際情勢的變化 也有所改變 但是近年來確實 包含從北韓到中國的崛起 到最近的俄羅斯 對於烏克蘭的事件 人民對於這一種安全的保障 開始不斷地在加強重視 所以我認為說 因應這樣子的緊急事態 對自衛隊的定位 確實是要做一些確認確保 這我相信也是從岸田首相 在他擔任首相之後的 一個重大的課題 事實上日本面臨的挑戰 不光光是只有中國 包含俄羅斯 他也是有跟他們的領土上面 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綜合這些 各個國際地緣政治的因素來講 岸田首相跟他那個 必須要有做相對的修正 並且把這樣子的聲音 放在公共議題的討論上 是非常的自然的 進一步我們帶大家瞭解 自民黨修憲派有四大主張 分別是 一 把自衛隊寫入憲法第九條 二 新設緊急事態條款 三 消除參議院選舉何區 以及第四點 充實教育 目前最大的爭議點在哪裡 還有安倍所主導的修憲派 打算跟岸田在修憲議題上 要進行分庭抗禮嗎 請問研究員 其實我們都知道說 日本近期的一個修憲 特別是最近 岸田上來之後的一個 整個修憲的一個方向跟改變 其實跟過去的一個安倍 其實有非常大的一個不同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修憲戰爭的一個發生 讓日本覺得說 它的一個威脅不只是中國 而且現在還有俄羅斯 特別日本跟俄羅斯 它有北方四島的一個 領土的一個爭議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次的一個 修憲派的一個四大主張當中 其實前面兩大主張 應該是跟它的一個安全保障 是有比較大的一個關係 第一個就是它的一個什麼 自衛隊的一個定位 我們都知道從二次相關結束之後 日本沒有軍隊 它只有自衛隊 自衛隊就是只能自我防衛 而且日本的一個自衛隊 跟軍隊的一個最大的一個不同 就是說它的一個出國 之前是要經過國會的一個同意 雖然現在取消了一個國會的一個同意權 但是自衛隊畢竟跟軍隊其實是什麼 其實還是有非常大的一個差異 那另外還有就是那個 對於緊急事態的一個什麼 的一個認定 我們知道說日本憲法第九條 日本對於那個外在的一個什麼 那個潛在的一個攻擊 其實它沒有第一級 它必須要等人家來攻擊它 它才能夠反擊 這種緊急事態的一個認定 就變成是一個什麼 是不是它是一個修憲上的一個什麼 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那特別是那個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現在好像感覺是什麼 是結合起來的 那中俄之間的一個連結 讓日本覺得它在南方跟北方 同時面對的一個威脅 所以這種緊急事態的一個 整個的一個改變 也是修憲派的一個什麼 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但是憲法日本的一個 修憲的一個門檻其實是什麼 其實非常高的 它必須要國會三分之二同意 而且還要公民投票 二分之一通過 所以這個修憲派的一個主張 能不能落實 其實還有蠻長的一段路 好 研究員的看法 他認為緊急事態的認定 就是修憲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還有值得觀察的是日媒 朝日新聞在日本的憲法 紀念日前夕公布問卷調查結果 認為有必要修憲的比例 佔百分之五十六 這是朝日新聞從2013年 進行修憲民調以來 支持修憲比例最高的紀錄 但是認為不需要修改 憲法第九條的比例 也佔了百分之五十九 從這個數字來分析 日本雖然75年沒有修憲 除了政治人物搖旗吶喊之外 我們回歸民意來討論 到底修憲的必要性展現在哪裡 請問陳老師 特別是第九條的問題 事實上的違憲 林安倍記者都這麼說了 不需要憲法學者來講 因為日本的民間已經完全感覺到 現在的憲法到底還能不能保護 日本的國民的安全 所以這件事變得非常的重要 日本分成互憲派跟修憲派兩邊 互憲派的那一邊 一般來說是左邊的那一邊 左邊的那一邊反美 右邊的是要修憲或自憲的 但是親美 所以內在的矛盾非常非常麻煩 但是這一部憲法又是美國給的翻譯憲法 但是美國人因為打贏了日本人 上了日本 直接交給日本人 你拿這個當憲法 但是是用修憲的方法 所制定的跟前面的明治憲法 完全無關的一部憲法 所以右派的人也想用這一招 一樣用修憲的方法進行制憲 就是我常常講的修憲式的制憲 整個把日本翻過 那個叫換骨奪胎 安倍晉三想做這件事 特別是因為現在外在的環境 特別是北朝鮮 昨天還設了飛彈 中國 俄羅斯的威脅也越來越明顯化 俄羅斯跟中國的軍艦繞著日本跑 釣魚台周邊 中國的海警船也隨時都進入 穩定飛機也進去了 所以這一類的反而我一直覺得 這些外在的威脅 在替日本的或是自民黨的右派 就是修憲直線派那一邊 在鼓掌加油 這跟台灣的狀況也有點類似了 所以再來的七月的參議院選舉 對於安田倫雄的政權的維繫 是最重要的一場比賽 他不贏不行 所以也就是說拿著修憲這樣的議題 吸納所有的自民黨士的勢力 甚至擴張他的影響力 在此以爭 所以不可能手軟 所以修憲的議題在 現在已經是五月了吧 五月 六月 七月 一定都是日本政治裡面的 最主要的議題了 的確 安田上任一週年的考試 就在七月的參議院選舉 日本媒體共同新聞社分析 今年參議院選舉主要議題 可能包括吾爾勤士 造成物價狂飆 政府的經濟對策 新冠疫情的處置 另外還有各政黨的安保政策主張等等 我們要請問接下來的是 這些議題可能在哪些時間 會進一步的發酵 而且又是選舉當中的假議題呢 有哪些 請問冠婷 我想在選舉當中 所有的議題都是真議題 包含假議題也可能是真的議題 因為它可以透過媒體的方式 去放大它 或者是將它變成更加的 極端化 那現在我認為安全議題 當然會有更重要的一個 更有重要的意義 那我想在共同通信社 在四月中旬所做過的全國新民調 有73.7%的受綁者 認為說儘管會影響到經濟與生活 但是他們還是要支持 日本秩序制裁俄羅斯 所以在安全上面的議題上 我可以覺得我個人的這個看法是說 它也不斷地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在 那其實在去年的11月的時候 岸田已經提出的規模 達到78.9兆的經濟計畫 所以財政的支出已經達到了新高 也就是說他們已經做好了 長期經濟發展的佈局 所以當你的長期跟短期的政策 都已經做好的佈局之後 接下來就是要看選民的這個決定 但是在目前來看的話 包含北韓的這個頻頻試射飛彈 然後新的這個韓國總統 然後印太的安全情勢 還沒有很明顯很明朗的時候 我可以預見這個議題 還會持續地影響 這個日本的選民的投票意向 特別是北韓三不五時 就會有這樣子的挑釁行為 這也會對選民的投票行為 進行非常大的影響 當然我們要看岸田能否延續 去年眾議院選舉的氣勢 來看看他的對手功力增強了多少 日本最大在野黨 立憲民主黨與共產黨 社會民主黨 也出席反對修憲的民間團體集會 表達反對修憲 去年眾議院選舉的在野聯盟 並沒有撼動自民黨 但是今年的參議院選舉 到底自民黨 維新會等等修憲派 能否在參議院奪下三分之二的席次 請問研究員 其實我們都知道說 日本修憲的門檻很高 剛剛講到就是說 參眾兩院都必須要有三分之二 現在眾議院自民黨加上 執政聯盟加上日本維新會 大概要過三分之二 沒有太大的一個問題 但是重點就是要在於參議院 那今年日本的一個參議院要改選一半 我們都知道說在245席當中 他要改選一半 那在改選一半的一個當中 現在245席當中 日本的一個自民黨的執政聯盟 他只有過半 但是他沒有超過三分之二 距離三分之二的一個164席 他其實他還有多少 他還有27席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門檻 那這個就要看什麼 日本維新會 它的一個席次有沒有辦法擴大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另外再來看到日本的一個 那個在野黨 立憲民主黨 共產黨跟那個社民黨 他們有沒有辦法 跟這一次的一個眾議院選舉 一樣再次的一個結合 其實這一次的 他們的一個在野的一個結合 其實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非常失敗 接下來在野聯盟會不會捲土重來呢 也是有充滿了很多的想像空間 稍後要關注韓國總統尹錫悅 下週上任開啟五年的政權 就職大典能夠看到日韓領導人 同台同框的歷史畫面嗎 日本一路制裁俄羅斯 如今經濟產業大臣跳出來降溫滅火 又是怎麼回事 別走開 稍後給您獨家分析 歡迎加入環宇看東亞 5月10號就是韓國總統尹錫悅的 就職大典 日方究竟派誰出席 現在有了答案 日前韓國後任總統尹錫悅 派出的政策協議代表團 原本希望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能夠親自出席 現在傳出由外務大臣林方正代表出席 我們接著要請冠廷來評價 這一項外交安排算不算 給足韓國的新總統面子呢 我想如果給足面子的一個方式 就是由這個國家的首腦 親自去參與 或者是那當然政府的首腦 國家首腦跟政府首腦不一樣 不過不管如何 大家派出這個外交大臣去 我認為並無損兩國的邦誼 但是有沒有做到 就是像是大家講的說 直接由政府的首腦 親自去參與這麼大 我想是因為為了要因應日後 日韓兩國關係的可能的變化 那其實我們要回顧一下 過去這幾年 甚至在我記得是19年還是20年的時候 日韓他們有軍事的情報的互響的協定 那也有一度被文總統有曾經提到說 要把它廢除掉 所以兩國的關係是非常的顛波的 然後各種的問題 包含這個技術 科技 文化 歷史 其實有各種不同層面上面的挑戰 所以單純在一次的就職典禮 然後派遣哪一個層級的官員去 來去論定說 兩國關係進展到什麼程度 我想應該還是不夠成熟的 還是需要一點時間去觀察 但是由於北韓 還有中國跟俄羅斯 最近的這種近期的 越來越升高的這種軍事的局勢 我想日韓之間 包含在美國從中協調之間的互動 應該會更加頻繁而且友善 針對出席韓國總統就職典禮 目前就像冠廷說的 日本首相官邸 埋了伏筆 就看接下來日韓關係後續的發展 不過岸田文雄真的好忙 他趁著黃金洲展開為期8天的國事訪問 陸續跟印尼總統佐科威 越南國家主席阮春福 總理范明正 泰國總理暨國防部長帕拉玉等國家領袖會面 5月12號到13號 東協國家領導人也將赴美 跟美國總統拜登舉行美國東協特殊峰會 美日雙方今後能在東協地區攜手創造什麼樣的外交合作 陳老師 現在東協變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當然不是今天才變重要 一直都很重要 都是兵家必爭之地 特別是日本跟東安有非常多的淵源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岸田文雄去了東協 再去了歐洲 現在在歐洲 再來會回到日本 等待迎接拜登的東亞行 所以一連串的 對於岸田文雄而言 這是他喜歡做的事 如果不是疫情的阻擋的話 會跟安倍晉三一樣 或甚至超過安倍晉三的繞行地球 因為他之前也當過外務大臣 安倍晉三企業是戰後以來 當過外交大臣最常任期的人 所以自己又說自己喜歡講英文 所以外交工作對他來說 某個意義來說 如魚得水的手腦外交 但是您提到的日本跟東南亞之間 或美國跟日本對於東南亞 能夠琢磨什麼樣的事情 我覺得除了經貿之間的關係 已經有非常非常多的組織 但是美國現在也沒辦法 直接進到裡面去 比如說RCEP 比如說TPP 美國退出了到底會不會回來 我也在關注那一件事 美國沒有回來的話 台灣盡期爭取那一件事情 到底有沒有意義 或者是現在的經過了新的世界局勢的改變 各位自己把它填進去 在過去10年 20年所大流行的區域性的經貿整合 在今天會有什麼樣的新的意義 當TPP 歐巴馬主導的時候 想要把TPP當成美國內海化 把太平洋當成美國內海化的架構 到了川普的時候出現了破綻 但是又往前推 推到了跨的 把印度都拿進來 但是印度的曖昧性 在現在我們也看到了非常的明顯 所以再來 我說的東南亞的重要性也就在這裡 不變的東南亞 態度上非常非常不便 也不會跟你起衝突 但是也不會太特別幫忙你 而且東南亞的十國裡面 個別的發展的那種階段差距 這不是馬克思主義 發展的階段差距非常大的狀況 但是仍然沒有紛爭 國跟國之間沒有紛爭 所以也說特別是跟外來的勢力 外在的勢力 日韓 中美 等等 甚至歐洲都保持一定的距離 但是如果講得難聽一點的話 是只要能夠得到好處的話 就跟你來往 沒好處的話是不會跟你來往的 所以在這邊的話 非常非常多的個別的要素在那裡面 值得關注 但是也不要特別的去認為 它的影響力非常非常的大 就是從以前來看 就可以知道這個脈絡 馬上就來看岸田文雄國事訪問 有沒有帶回來具體的成果 日本首相官邸以及外務省聲明 岸田文雄把泰國跟印尼稱為戰略夥伴 經過四年多協商 日太兩國終於在5月2號 簽署防衛裝備品 還有一個三原則 那日本就可以把它的一個防衛的裝備 然後來去輸出到其他的一個國家 送了很多 送了很多 那這個三原則是什麼 第一個他們必須要簽署 所謂的一個戰略夥伴關係 然後第二個就是它必須要什麼 必須是一個透明公開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這個對於日本的一個保障安全是有一個很大的一個什麼 有一個潛在的一個影響 所以在這個三原則之下 日本就積極的跟東南亞國家來去進行這樣子的一個防務裝備的一個轉移 那第一個就菲律賓 菲律賓之後就是印尼 那現在最後一個就是泰國 那這個很重要的就是什麼 就是關注在日本的一個生命線 我們都知道說日本的一個經濟生命線就是它從中東經過馬六甲 經過南海一直到日本 那這些國家其實就是南海的一個什麼的一個相關國 所以這個也就是日本積極的來去佈局跟這些東南亞國家之間的一個關係 最重要就是它的一個什麼 它的一個經濟生命線的一個範圍 我們看到日本在東亞擴大外交的活旋空間 那麼一方面緊盯中國大陸的反應 同時還要注意一下旁邊鄰居在想什麼 日本三井物產在西伯利亞投資210億美元的北極LNG2 也就是液化天然氣的計畫 但是外界質疑這個計畫有沒有可能會受到政府制裁俄羅斯的影響 現在三井方面的最新回應 我想日本今年開放